因為北聯邦任何的事情跟我無關 表示說我脫離這個北聯邦 凶手就是這個吳明達 他就先開了一槍 這一槍就打中了蟲蟲 他是正當防衛 你為什麼要殺團頭生 我對他 和黑白兩道都頗有交情的 前北聯邦幫助蟲蟲 唐蟲生 當年在大街上遭到槍殺 不只道上震驚 警戒也開始透過層層管道 追查幕後的真凶 兩槍 兩槍 這邊傷勢在哪裡 第一槍 熊熊 唐蟲因為流血過多 誠失在藥房裡面 而根據目擊者向警方表示 唐蟲生在遭到槍尼之前 似乎與開槍的男子有拉扯的動作 曾經是北聯邦的幫助 那時候他已經因為兩散督影之後 所以把這個位置交接過去了 交接給人了 那所以他那個時候 因為他跟胡惠中有婚姻在嘛 所以因為後來胡惠中 發現他有染上毒癮之後 就是前面也不顧家人反對 跟他結合婚 後來一人發現他染上毒癮 我一定要跟他分開 所以他才開始想要戒毒 唐蟲生除了身為前一方之主之外 在當年他的另外一個身分 就是當紅女星胡惠中的另外一半 1990年代的胡惠中 可是由小林青霞封號 鴻遍兩岸三地的知名女星 唐蟲生跟胡惠中兩個人 是青梅竹馬的 也就是說他們同樣 在一個眷村裡面長大 十幾歲就認識了 唐蟲生看到了 以前其日的愛人之後 非常激動 他告訴這個胡媽媽說 他願意為了胡惠中 放棄江湖路 而且捧著五百萬的現金 到胡惠中的面前 代表他的誠意 不顧家裡的反對 嫁給了蟲蟲 他們兩個人還是在1994年的時候 去法院公證了 但是胡媽媽發現他們公證之後說 你絕對不能夠嫁給他 為什麼 因為這不是我心中所理想的女婿 為了這個事情 其實胡媽媽跟胡惠中之間 是非常不愉快的大吵一架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1996年他們兩個人就 黯然分手了 然後一直到1997年的時候 唐蟲生下定決心 我要脫離幫派 我要贏得美人心 畢生之愛的離開 讓唐蟲生打算戒毒 並且當著底下幫眾 來到台北市行打自首 誓言解散被聯邦 其中唐蟲生形勢相當低調 和各個幫派間維持良好的關係 86年間唐蟲生率領 12名北聯邦的唐主和幫眾 系列向台北市行打自首 解散北聯邦 並表示希望自己能夠真正的重生 我今天來這邊報到就是說 我願意勇於願意站出來 表示說我脫離這個北聯邦 因為北聯邦任何的事情 跟我無關 親口說出了江湖市全和他無關 不過卻在退出黑幫後的兩年 遭人槍殺 事發不到48小時 案情有了最新進展 警方追查這輛從頭到尾 都停在案發現場附近的賓士車 找到了關鍵線索 而兇手八九不離十 就是這個吳明達 只是他當年才20出頭歲 即便是一個角頭 但在唐蟲生眼裡 不過就是個毛頭小子 人人竟然會有什麼天大恩怨 還是在吳明達的背後 有一隻隱形的手 指使他殺了前北聯邦幫主呢 殺了唐蟲生之後 角頭吳明達逃亡到了對岸 不到一個月就又偷渡回台 發生在台北市農安街的 北聯邦老大唐蟲生命案的 主要嫌犯吳明達 16號晚間9點半左右 在桃園縣巴德市一家車行內 打算向老闆買車時 被台北縣綜合分局 刑事組幹員巡線圍捕 嫌犯吳明達見到警方人員時 立即掏出兩把知識手槍 挾持撤行老闆當人質 為了解救人質逮捕嫌犯 警方前後總共開了31槍 擊中嫌犯吳明達臀部以及右小腿 順利將嫌犯制 吳明達他因為他槍呢 打出來的時候他槍就上行了 他就先開了一槍 對 直接開了一槍呢 那這一槍就打中了蟲蟲 從哪裡打呢 他是從右胸的地方進入 然後呢打到那個心臟 然後呢到肺臟 那個法醫相驗呢 唐重生他死亡的狀況 當然第一個打破心臟就會死了 可是呢第二個他打中他的 右腳的時候呢 是那個打到大腿脈 所以呢後來也是大量的死血 所以這個案子主要是心臟破裂 再加上了動脈的大量死血 所以後來蟲蟲呢 就死在現場 槍殺了老大 吳明達知道自己肯定會被黑道追殺 警察肯定也會展開追氣 於是他展開了逃亡之路 但是逃了一個月 最後還是被逮了 在蟲蟲眼裡 吳明達只是個毛頭小孩 對他不構成威脅 所以但是吳明達個性也是滿衝的 他爸爸也是也是個幫派腳頭 也是個腳頭大哥 對 大龍就是腳頭大哥 實力也很好 所以他張在家裡的優勢 其實他在外面也是非常強勢 只是原本熟識的兩人 怎麼會一碰面就演變成槍戰 他們兩個人 到底因為什麼事情起了爭執 事情跟藍天完全沒有關係 完全是沒有關係 請你們不要再把藍天托進來 吳明達口中的這個藍天 是在當年非常火紅的舞廳小姐 雖然她親自回應 命安和她沒有關聯 但是兩人之間的心仇就恨 卻多少和這一位美艷的舞廳女郎 脫離不了干系 後來又認識藍天 藍天當時在台北 所以有名的那個舞廳 就凌忘的 那很有名的舞廳 那很早期的 所以她認識這個藍天 她是紅牌耶 對 後來一路讓藍天 因為紅嘛 機器也很好 一路後來起來做大班 跟同學在一起後來做大班 那後來那個時候 她就有跟蟲哥一起合作 做六合彩 有投資蟲有不少錢 但是總是後來因為可能 慢慢地染到毒癮之後 就因此跟藍天也分開了 對啊 最後才跟吳明達在一起 導火線也是說 因為藍天想要把這筆錢拿回來 所以才跟吳明達講 吳明達就至高分離去 幫他處理這筆錢 導致導火線才發生這事 在前已經是萬國小胖了 那件事已經給我嫌隙了 不然導火的件事 在跟他要錢 放風在要跟什麼要那筆錢 所以才引發這場事情 除了和前名友藍天的兩百萬借貸 還有唐重生先前幫忙 萬國幫小胖 處理吳明達所積欠的債務 薪酬加上舊恨 恐怕就是這一次命案的主要導火線 也讓這一個被聯邦前幫主 在大街上遭到槍賞 你為什麼要殺團頭生 當年對媒體的這個眼神 不難看出他的兇狠模樣 而吳明達也在庭上主張 自己絕對不是蓄意殺人 他一直講他是正當防衛 所以當然這個之間就有紛紛擾擾 不過目擊者所看到 因為旁邊還有便當攤 還有修車的 還有賣水果的 那開槍的時候 你如果正當防衛 那照理講 你就不應該再追殺了 案發前 年僅27歲的吳明達 被檢方求處死刑 但歷經法院重重審理 最後判處他 無期徒刑定言